3月9号 全国政协常委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两岸经济合则两利 分则两害 两岸更进一步合作是台湾发展的机遇 我们知道像去年两岸之间的贸易 台湾有1400亿美元的顺差 实际上就反映了大陆对台湾高科技产品 尤其是以芯片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这种机遇 所以可以讲说 何则两利 分则两害 我们希望两岸能够加强合作 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实现 而且在这个实现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台湾人民他不仅分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带来的好处 而且台湾人民能得到的好处 一定会永远大于大陆人民得到的好处 当前正处于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林毅夫表示 在十四五期间 中国有信心 有能力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等收入国家的门槛 那么为什么有这个信心 因为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因为我们还是作为一个在追赶型的国家 很多传统产业跟华达国家有差距 还具有后来的优势 尤其像人工智能 5G 云计算 我们有换到超车的优势 但是是不是要把全部力量用在挖掘潜力追求增长速度 也不见得 我们目前有收入差距 有城墙差距 而且呢 我们还要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 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 那我相信呢 在十四五规划里面 是从文体配这种精神 那我相信呢 在未来的发展当中 也会继续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来做好中国的发展 谈及中国在抗疫 脱贫攻坚等方面的优异表现 林毅夫表示 中国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鼓励 提供了经验 也为世界提供了参考借鉴 因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国际上主流的认识 是经济要发展好 那么政府应该退出 应该让市场发挥主导的作用 但我想呢 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了 中国比较好的处理了 市场跟政府的这种关系 既要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 也要发挥有违政府的作用 我相信呢 中国的发展不只能给发展的国家 带来新的经验 新的启示 也为发达国家 怎样来解决他们的自己问题 提供比较好的一个参考借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